大江MGEP系列农业制宝机流量教准教学视频 欢迎观看大江农业教学视频 在此教学视频中 我们将为您演示大江MGEP系列农业制宝机流量教准的操作步骤 在作业箱中加入约1.5升至2升水 开启遥控器 连接飞行器电源 拧开4个卸压阀 遥控器操作开启喷洒 直至APP提示无药后自动停止 管道中空气排进后关闭4个卸压阀 在作业箱中加入约1升水 进入APP作业界面 点击流量教准 在流量教准界面选择正确的喷嘴型号 然后点击开始标定 飞行器自动喷洒至APP提示进入水泵1 教准 使用标配量杯 准确测量1至5升水 加入作业箱中 然后在APP中输入准确的加水量 点击开始教准 飞行器自动喷洒至APP提示进入水泵2 教准 重复上述步骤2 进行水泵2的流量教准 最后飞行器喷洒 继续自动执行 盼空教准后 APP提示 流量教准完成 再次执行排空管道空气步骤 完毕后可以开始进行正常的喷洒作业 温馨提示 请务必确保实际教准水量与输入值一致 否则教准将出现偏差 在更换不同型号喷水时 请务必重新进行流量教准 更换好水泵后 请务必重新进行流量教准 注水时 使用标配量杯进行测量 以确保准确性 若空气无法排进 可取下4个泄压阀 待空气排进后 再安装好泄压阀 请务必重新进行流量教准水